你好 歡迎收看影響世界 旅行的意義是什麼呢 有一位導演 他想尋找人生中一碗難忘的金針湯的味道 所以他找了一位臺客朋友 一路尋找有故事的食物 用味道記憶旅程中的感動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這兩位 來分享這趟奇妙的旅程 導演 你好 麥林好 還有各位影響世界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李鼎 臺客君豪 你好 麥林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君豪 我們剛剛說到 導演其實是想要尋找一碗金針湯的味道 小時候跟爸爸喝過的金針湯 在泰魯閣的 那個金針湯的味道 你跟我們形容一下好不好 還特別想要起重機再回去找他 這麼想回去泰魯閣 再喝到那碗湯是 是我想起我爸爸 當時跟我講這碗湯的滋味 以他講到這碗湯的時候 他跟我講有一個大陸老家要回去 還有在大陸 母親節的花是金針花 他想他的媽媽就跟我那時候很想他一樣 我覺得我再回到泰魯閣 就算是暈車也好 然後再吹到那個峽谷的風 然後聽那個溪水聲 我覺得我只要喝了那個湯 我說不定就可以把想念他這件事 就一起埋到峽谷裡面 我想把那天就當成是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講到 是 其實你很會買菜 很會煮菜對不對 對於食物這件事 其實做菜這件事是要菜買得好 人家說東西好不好吃 先看你會不會選食材 食材嘛 其實在台灣的地形地物上面 是有非常多的食材 會因為它跟天空的位置 它對於雨水的接收方式 會食材很不錯 所以我想要去台灣找到那些 我爸爸食譜裡面 很會做的菜 然後用最好的台灣的食材 把它做在一起 所以你就找了君豪兩個人 一起展開一趟重機之旅 重機環台之旅 當初是這樣 結果沒想到菜沒有買到 因為發現更多 跟菜一樣都很有故事的人 其實你這本書裡面 講了很厲害的食物 很厲害的菜 然後很厲害的人的故事 誰教你做了這些菜 對 沒錯 有一道菜很有趣 叫千歲威眠 這個是什麼故事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說 這個應該是從吊橋上面 延伸出來的故事 是 簡單來講 我覺得穿著拖鞋進一家的客廳容易 可是穿著他的拖鞋 再跟他去他家的廚房 是男上家男 怎麼說呢 我在那次的旅行裡面 可能就是因為 我們兩個都各自對家 有一些恐懼跟渴望 所以旅行是這樣 當你帶著這樣的恐懼去的時候 你就會在旅行遇到的所有的恐懼 都跟家有關 當你渴望想要有一個家的時候 你在旅行碰到的每一個事情 都會跟家的渴望有關 廚房可能就是一個旅行者 對 最大的家庭的核心在 對 所以我那時候使了一個心機 只是因為在這個 他帶我們去 就是當地人帶我們去那個千歲吊橋 聽了一個這個 他講的迅情的故事 然後我就特別想說 跟這個做麵食的人 想說 其實我想要了解 這個做麵食的爸爸 為什麼這麼喜歡做麵 他是不是也跟我的爸爸一樣 有一個很想念的人 所以我如果跟他一起下廚房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就可以 跟我爸爸一起下廚房 就像跟我爸爸一起發明那些 他做過他奶奶的菜 如果跟他可以發明一碗麵 然後那個麵就是他現在 用菠菜汁揉的麵條 跟胡蘿蔔汁麵條 然後兩種麵條把它捆得很緊 就像繩索一樣 就像他跟我講的 迅情故事的那種堅韧一樣 就發明一碗千歲微麵 然後就用梅花森林裡面的梅子 去熬成一個酸酸辣辣的麵 說不定我沒有找到那個金針湯 我都可以跟這個爸爸 因為做一碗麵 我就可以沒事了 我那時候我覺得我根本就是一個 非常有心機的人 然後而且我知道我旁邊這個人 是一定可以使命必達 他就是可以讓對方 願意跟我們一起做一碗麵 因為他就是這種活潑熱情的個性 不是像我這種 趕食優國花見淚 恨別鳥驚星 對 我發現導演你還蠻善感的 我覺得人在某一個時候 是特別善感 而且風景太美會讓你善感 對 橋太高會讓你善感 那是害怕 所以你一定要帶一個開朗的台客 一起出去 才會一切都變得又安全 又有安全感 那時候君豪做了什麼事情 讓學這個麵這件事情 真的可以成真呢 我覺得我最厲害 因為我當游泳教練 當了好多年了 當了很多年 那其實學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你教他什麼 或是說你要給他什麼 你得先讓他願意給你一些什麼 那我就傾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像我以前在教悠遊 你是在教哲學 還是在教游泳 是真的在教游泳 像我以前教悠遊 我跟他講他不信 我說你知道 我還覺得他是一個色胚 你聽他講 我說我教過的學生 很少不會游泳的 他說怎麼可能 我說第一堂課要做什麼 第一堂課就帶著他在游泳池裡面 散步聊天 在水裡面散步 而不是打水 他確定他是教游泳 不是在把妹教 不是 他還摸過 他跟我說他摸過2000多個身體 男女老少都有 因為因為摸過這麼多身體 他高中就開跑車 因為教游泳 教游泳關係 你聽他的邏輯很酷 因為他如果能夠放心 而且把身體放鬆在水裡面 應該基本上水裡 之後所有的動作 不會做不到 因為通常不會游泳 就是因為恐懼 就只是恐懼 那你 我們在陸地上習慣了 所以你如果能夠在水裡面 你也能夠把它當成習慣的事情 就容易了 難怪第一堂游泳課 要先在游泳池裡面 我猜他食堂都在聊天 要 所以很重要 就是傾聽 那講到那個食物來 為什麼你也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傾聽 因為我在教游的過程 我發現你不斷的要理 他恐懼的原因是什麼時候 你幫他解開來 然後他就願意把他的身體 交給你 在山裡面也是這樣 其實最容易的就是 他們最討厭就是 你又是來拍電視 拍完也沒給我看 你就只會說好吃好吃好吃 對啊 我也知道我做得好吃 但你走的時候都不付錢 對 就是 因為好吃的下雨就是 我們吃你很廢 就走了這樣子 所以他們覺得 拍電視的人就是很視力 或者說覺得很商業 要不然是說現在下雨了 你們就會來 我說為什麼 因為馬上就有土石流 你們都來了 又來拍了 對 對 所以我在山裡面 我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傾聽 因為我們只是傾聽了 這個做麵的人 他的夢想是什麼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麵 因為他說他小孩子 不吃胡蘿蔔 可是胡蘿蔔就營養 對 所以這個爸爸 就把胡蘿蔔打成汁 用這個汁去揉這個麵塊 這樣小朋友就會吃胡蘿蔔了 好用心 然後他要用最好的肉 為什麼加上黑胡椒 為什麼加梅子 他其實在練習做一個好爸爸 就是因為他覺得是傾聽了 所以他就想跟你做完這個麵吧 對 所以在書裡面 好像我沒有找到那些食材 對 可是就因為我們一起進了廚房 有了那種真的所謂的家人的感覺 是 還有一個事情我也很難以忘懷 你們騎了你們的直線加速之王 第一個碰到的是阿里山上的那個 麥香腸 聽起來好好吃 好樸素 可是好好吃 非常 對 騎車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 味覺的刺激 其實當你在一個速度的時候 空性中最大的就是香氣 對 我所謂的香氣也包括豬的便便 跟海風的味道 然後也有別的車子的汽油味道 對 所以當我們在傍晚已經上了阿里山 在農物裡面 你知道是哪個東西可以整理方向嗎 就是嗅覺 你在什麼都看不到的大物中 你往前走 最重要的是嗅覺 然後傍晚最多的就是 米飯的香味啊 甚至柴火也是讓你有嗅覺的 對 所以我們第一次就碰到一個原住民在烤香腸 我們就幾乎是倒回來 用那根香腸 滿足了我們所有的那種體溫 對 以及也是因為那根香腸的原因 那他又是很喜歡問人家知道說 像我會問說香腸怎麼烤的 但是他就會跟賣香腸的人博感情 所以從每一個十分開始 我因為他的原因 可能我真的很想要有一個家吧 所以當人家在講食物的時候 你就聽了很多家的故事 然後所以整個旅行就變成一個家的旅行 是 一個閃聲我就發現他吐了 那我的車呢 我的車呢 趕快爬到前面去看的時候 瘋了 我的車已經被浪全部都打掉了 全部都打 全部全部